这个日本男子为了领取父亲的养老金 在父亲去世后 将他的尸体藏到阁楼上7个月 直到发烂发臭才被人发现 你以为这已经足够震撼 东京的一个女人做得更绝 她将父亲的死讯隐瞒了30多年 和儿子一起坚持啃老 把养老金变成了祖传财产 当警察逮捕这对母子时 老人的尸体已经只剩下骨头 这种骇人听闻的事件 在日本并不是孤立 据NHK的不完全统计 2010年 仅百岁以上的失踪老人 就有350人之多 而这无数的社会悲剧 其实折射的是日本不得不面临的难题 就业率恶化与人口老龄化 带来的养老危机 在东京郊区的新建住宅区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犯罪分子 接受了采访 我们暂时就叫他奥多马太郎 他因为诈骗养老金被拘捕判刑 目前正处于缓刑期 奥多马太郎将父亲的遗体 藏匿了7个月 在这期间 一直以父亲的名义冒领养老金 乍一看 他似乎是个丧心病狂 又好吃懒做的人 但实际上 他是个大孝子 奥多马太郎 曾经拥有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 与父母和妹妹一起生活 父亲是一名公务员 他自己则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 生活平稳 衣食无忧 但在他28岁时 母亲突然病倒 奥多马不得不辞去工作 留在家中照料母亲 父亲退休后 他的养老金成了家中 唯一的收入来源 一家人的积蓄 用于母亲的高额治疗费 仅仅三年便消耗殆尽 随后 母亲离开了人世 紧接着 妹妹也因为心脏病猝死 曾经幸福美满的四口之家 如今 只剩下父子二人 相依为命 但是 乌漏偏逢连夜雨 父亲又因为一场事故 搏了脚 连住着拐杖外出都做不到 雪上加霜的时 他还出现了老年痴呆的迹象 奥多玛不得不花更多的精力 照顾父亲 此时房贷的压力 也落在了他的身上 虽然有父亲 每月三十万日元的 养老金作为支撑 但日子过得颇为艰难 最惨的时候 卡里只剩下一千日元 方便面丽夹根 火腿肠 都算是大餐 邻居们倒是很热情 表示 愿意提供一切帮助 只要不借钱 一切都好说 走投无路之际 奥多玛试图 向政府申请生活保障金 但却因为拥有房产而被拒绝 奥多玛也曾想过找份工作 但是 他不放心 将老年痴呆的父亲 一人留在家里 最终 命运还是为父亲敲响了丧钟 在奥多玛39岁的时候 父亲去世 此时他的感受是 完了 一直赖以为生的养老金没了 但房贷还没有还完 料理父亲的后事 又需要一笔巨款 挣扎了许久 奥多玛做出了一个 违背良心的决定 隐瞒父亲的死讯 他将父亲的遗体搬到二楼 在地板上 铺了一层垫背 为了让喜欢散步的父亲 在天堂 也能接着逛 他还在遗体旁 摆了两根拐杖 每天对着自制的灵牌拜计 口中说着对不起 孤独与负罪感 啃视着奥多玛的心 他一度也想过自杀 直到七个月后 因为太久没有见到老人 邻居起疑报警 奥多玛才从这种日子中解脱 此时 父亲的遗体已经腐烂 在地板上留下一大片隐痕 因为就业形势恶化 像他这样 依靠养老金为生的家庭 并不在少数 44岁的石井正立 有着和奥多玛类似的前半生 高中毕业后 石井外出工作 30岁时回到家中 照顾癌症晚期的父亲 在父亲去世后 石井与母亲相依为命 依靠着老人 每月19万日元的养老金 维持生计 其实石井也不是有意啃老 但人到中年腿脚还残疾 他照工作之旅并不顺利 泛黄的照片掩埋了他的雄心 因为找不到正事工 石井只能打打零工 赚取微薄的收入 为此 他时常感觉对不起母亲 然而祸不担心 就在此时 母亲又因为疾病入院 昏迷了整整五天 虽然最终被抢救了回来 但生命已如狂风中的蜡烛 随时都可能熄灭 如果母亲去世 石井又无法找到工作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他又会做出什么选择 除了经济形势的恶化 家人之间感情的淡漠 也是高龄老人 失踪的重要原因 姑姑明知 今年79岁 居民卡上显示 她与113岁的母亲一起 住在东京的一间公寓里 但实际上母亲已经人间蒸发了30多年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 只有一张80岁时的素描 如果老人依然在世 那她将是东京最长寿的老人 明知未婚独居 至今还在挂念着母亲 希望她能回来 虽然希望渺茫 但明知却相信她还活着 所以坚持为她缴纳各种保险费用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她心怀愧疚 明知曾经拥有一个富裕的五口之家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 就能买得起当时很稀有的电视 但在父亲病逝后 家庭分崩一息 妹妹远嫁日渐疏远 至今已五十多年未曾联系母亲 弟弟失业 开始频繁地更换工作 姐弟与母亲三人相依为命 辗转流离 1972年 明知在东京出版社找到一份工作 曾提议让母亲和自己搬出去住 由她独立善养 但母亲却选择和弟弟住在一起 这让她觉得母亲偏心 自己不被信赖 受伤的明知独自离开 和家人的关系也变得冷淡 1977年 80岁的母亲突然来到了明知的公司 开口就是借钱 因为弟弟始终没有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付不起房租 明知为他们代付了六万日元 但因为工作繁忙 她也没有细问 第二年 因为拖欠房租 母亲与弟弟被赶出了租住的公寓 弟弟过着露宿街头的生活 母亲说要去亲戚家借住 从此人间蒸发 提起往事 明知追悔莫及 认为如果当时和母亲多沟通一下 或许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事情 2011年2月 为了解决高龄老人失踪的问题 厚生劳动省调查了 正在领取养老金的75岁以上老人的下落 结果显示 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 医院一次都没去过的老年人 约有34.1万人 其中已经死亡或失踪的达572人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 从2006年开始 日本在全国各地设立了 4198处地域支援中心 为高龄老人提供帮助 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一方面 因为日本严格的隐私保护法 这个机构连老人的姓名 住址等最基本的信息都没有 另一方面 机构也面临着人手不足的困境 如东京大田区 有6500名符合标准的高龄老人 但是该地的支援中心 却仅有5名工作人员 在极具老龄化的社会背景下 或许我们也该为将来多做一些准备 趁着现在还年轻 喜欢的话一定要关注点赞 近日时间和大家一起看更大的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